这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仔细一看 发现大部分的稻叶都呈现白色枯萎的情形 这种俗称的白叶枯柄一旦感染之后 不仅产量会减少还会延后稻米的成熟期 对农民来说非常头痛 如果变成这个稻谷白蒸一颗 我们的车都没有百粒 没有百粒相对的它都没有 味道相对是比较不美分 它们比较不美头 这个蒸汁的继续就会比较高 百叶枯柄主要是发生在台南11号的稻米 一般来说稻叶被风灾清洗后出现伤痕 而被细菌氢害所产生 且它也伴随着雾水蔓延 同样身为农民的陈瑞铭理事 也希望所有的农友能够改变洒水的时间 来降低灾害 要洗油的时候尽量不要再洗 因为再有漏水 有漏水你经过的油 如果它拖下去它会传染 传染经过你就知道这就没错了 旁边有丢 你以后我刚才拖下去 整片都打了之后 所以最好就是会没事了 一旦罹患百叶枯柄 产量会大约减少一成 一旦耕种面积大 损失更是严重 农民也希望政府可以想想办法 来解决这长年来的问题 MITV中处新闻真心中报导 好 好